我知道你最近忙着办婚礼 是吗 有什么话就说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样见面不合适 我不想让淑妃误会 蓝天 你对淑妃真好 如果 当初我把生病的事情告诉你 你也会对我这样不离不弃吗 这种假设现在还有意义吗 事实就是 你走了 我不再爱你了 可是我还爱你 蓝天 我还爱着你 我一直以为 只要回来见你一面 我一直以为 只要回来看你过得很好我就 那好 我过得很好 而且马上就要和淑妃结婚了 蓝天 我求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知道 是我错了 所以我现在错过了你 虽然我还爱着你 但是我知道你不会回来了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不是故意要离开你的 我只是害怕有一天 你终究会离开我 李晓彤你太自私了 你说这些想表达什么呢 难道还想改变什么 我没有要 插走你和淑妃的意思 我只不过想 在我最后离开之前跟你说清楚 我不想带着遗憾走 我永远祝福你和淑妃幸福 我们之间的感情 在你当初离开我的时候 就已经彻底结束了 如果你只是想得到我的原谅 那我告诉你 我已经原谅你了 阿姨